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资料库 那么它不是有同行评议的刊物 那么这个论文它到底是代表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正式的观点和它的水准 还是只是个人的或者一些几个人的一些运作 我想这是有个大大的问号在这里 第二就是有关论文的作者之一 恰巧就是独家报道这篇论文的美国广播公司的撰稿人 而且恰巧在这篇论文甚至还没有预发布之前 就已经拿到了更多的数据 并且进行了报道 第三就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这篇报道 这个论文当中的一些图表上标注的时间 居然是2019年5月份 不知道这是无星的疏忽呢 还是有什么别的问题 第四呢 就是它这个论文认为是一些关键证据之一的 比如说咳嗽腹泻的检索量 那么我注意到中方有些媒体也做了一些深度的调研 就发现2019年这个论文当中引述的2019年9月份 对咳嗽和腹泻两个关键词的检索量 还不如2017年和2018年同期 那这个是不是就说明2017年 其实武汉就已经出现了 发生了这个疫情呢 这是非常奇怪的 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 联想 就是这么一个漏洞百出 粗资滥造的所谓的论文 却让美方的一些政客和媒体 如获至宝 大肆地传播 把它当成中方隐瞒疫情的一个新的证据 这种非常可笑的现象背后 它的用意或者说操弄 恐怕并不那么可笑 我想这应该是美方一些人协调组织 蓄意地制造和散播 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的一个新的证据 应该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的谴责和抵制 我也认为这篇论文的作者呢 也许应该调转方向 好好去研究研究 美国国内去年德克里特堡生物试验室关闭 与随后发生的电子烟疾病 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间 有什么关系 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美方的科学家迄今还没有 对此进行深入的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呢 为什么到现在美方的媒体 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 独立的客观公正的调查和报道呢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值得深思 感谢观看